大家好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聖日耳門官方宣布球隊主席普哲天奴離開球隊 普哲天奴在2021年1月開始出任聖日耳門主席 共帶隊參加84場比賽 取得56勝13和15負的戰績 長均收獲2.15分 執教球隊一年半 普哲天奴率領聖日耳門獲得2021-22年賽季的法甲冠軍 這也是他執教至今收獲的唯一聯賽冠軍 另外他用大隊獲得2020-21年賽季的法國杯冠軍 和2020年的法國超級杯冠軍 在歐冠的賽場上 上一個賽季聖日耳門就在準決賽被曼城淘汰 這個賽季就在16強中比皇馬逆轉 未能夠更進一步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